我们多方核实,持续追踪,深度报道,力求还原,世界真相 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 我们尊重每一位受众的言论自由,严肃对待每一方来信的爆料 我们坚信,个体的声音纵然微弱,权力却不容忽视与践踏 站起来,到镜头2,3,打开机器,2,1,和QCC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亚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报道 民粹主义已经席卷卷交 自由亚洲电台突破封锁,探寻真相 可以看出来是分成欢迎和示威抗议 3,2,1 3,2,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和平 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核心领袖地位的攀升 以经济增长,标榜所谓执政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日趋步入国际舞台 但是一带一路孔子学院这些被精心打造的所谓中国软实力 由于散发浓烈的专制意识形态,正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此外,中国大年三十发生的多起暴力行凶事件备受舆论关注 而在所谓党支部十九大精神贯彻领导之下的中国冬奥队成绩更令人失望 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几位嘉宾与您聊一聊这些话题 光临节目的一位是中国民间思想流派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莉女士 您好,王雪莉 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谢谢,谢谢 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视频与我们转播现场连线的 美国休斯敦省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先生 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 谢谢各位,欢迎各位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的现场直播 并且及时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下面先请各位看一段背景介绍 美国东部时间2月20号 一则要求关闭所有在美中国孔子学院的公众请愿 在美国白宫网站Weed People上发起联署 请愿书抗议中国当局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 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 理由包括任何中国学生如果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受到威胁 孔子学院利用学生为邪恶政权搜集情报 并向年轻人传授扭曲的中国文化 试图进行洗脑 这也是继参议员卢比奥公开发出 孔子学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警告后 美国民间舆论表达的最新呼声 与此同时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 似乎也面临危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三公开表示 中国在巴尔干地区谋求经济利益 不应与政治目的挂钩 这也是近期内 欧盟多国政要批评中国利用经济投资 与政治渗透 试图分化欧洲之后 德国作为对华主要贸易伙伴 发出的最新明确警告 另外农历新年之际 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暴力行丘事件 其中陕西汉中复原军人张寇口 惠母复仇砍杀三人的消息 占据众多众多众多的反面 一时间北京杨家 江系明经国 云南马家爵 河南放华培 河北蒋敬龙 山西湖龙海 安肃广改南 云南李文华 辽宁夏仲峰等类似案件在折热点 人质与法之间所暴露的中国社会现实 引发您的关注 那么借助孔子的伦理道德 传递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说孔子学院也被中国官方打扮成了一种 似乎是非官方的组织形象 王女士 我想请问您是从事民间工作的专业人士 您是如何看待目前孔子学院在国际当中 引发的这种抵制现象 我最早听到孔子学院的时候 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这个名字和形式会不会是受这个哥德学院的启发 哥德学院它也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是它也是受这个国家德国的这个委托 然后在全世界有150多家这个分院 也是这个教授德语传播这个德国文化 但是这个哥德组织和这个孔子学院又有这个 怎么讲就是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呢这个哥德学院它是在二战战后成立的 它的目标和它文化这个传播的这个 是要基于对纳粹德国的深刻的反省 去在废墟上去重建德国文化和德国民族的形象 但是孔子学院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孔子学院它没有任何反思 它对中共的这几十年的罪恶它没有任何反思 就连对这个文革它都没有任何反思 它只有格公宋德 所以从您的经验来看 孔子学院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官方或者半官方性的政治宣传工具的 它当然是的 我就再用那个哥德学院来对比 像这个为什么说孔子学院它是这个政治的官方的呢 哥德学院虽然它是接受政府的委托 但是它是寻求以这个人文主义者 哥德为象征的世界文化的这个开放的自由的融合 它在输出文化的同时输出德国文化同时 也输入各国的文化 而这个孔子学院呢 它是怎么讲利用 我们这个东方文化 中国文化的这种神秘的吸引力 甲带私货 然后呢输出的是党文化 它不输入任何西方自由的文化 它是 这个洗完了这个国人的脑 再去洗西方人的脑 这个一边做统战一边做间谍 就是完完全全是在执行中共的政治任务 秦永明先生您怎么看 应该说我们也看到就是孔子学院并不像是 简单的传授汉语文化 汉语的这样的一种普教形式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目前网友在白宫发起的这种情愿活动 坦白讲 控制学院我们之前关注觉得 它是一个官方的机构 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汉办 在推介什么中国传统文化 推广汉语教育这样的机构 然后官方花了大量的钱 我们知道也是我们中国纳粹人的钱 每年可能会 可能上亿美金 好像几年 这大概十几年下来 花了几十亿美金这样子 那我们第一反应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浪费我们中国纳粹人的钱 问题现在是财务状况并不透明 是 我们也不知道它后面会发生 像最近那个FBI局长在警戒说 控制学院它可能不光是说 在传送什么中国的汉语教育 传统文化 它可能涉及到一些间谍教育 说那些老师 学生在监视 在美国的留学生 甚至对美国的学术自由 都有很多干涉 我看了也是蛮大吃一惊的了 觉得你作为一个 怎么说呢 你就是传播你中国传统文化也好 或者说你官方在推广你的软实力 像那个什么熊猫外交 对不对 你很多事情明显是捞过界了嘛 对不对 你去就是说帮西方人说 介绍你中国文化多好 传统文化 不讲说党文化也好 你完全 还是在大家还能接受的一个范围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 你做了跟你本职工作 完全不相符的一个工作嘛 是不是 你如果去监视 比如说那个所在合作大学的那些 学术行为啊 甚至在会不会有窃取那些 什么学术机密啊 这种事情完全不能接受了 当然我另外也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 突然一下子好像爆发出来啊 可能跟中国跟美国 现在这个国际关系很微妙有关系 那在2017年美国已经正式把中国啊 俄罗斯列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那以前是合作伙伴嘛 大家关系好的时候 对吧 互相这种往来会更自然更贴现的 现在好了 这个关系有些微妙的变化 你孔子学院不光说人在宣传你中国的东西 你还夹带很多私货在对我们进行很多包括情报方面的刺探什么的 正好呢网友啊叫做哥哥商光这样的一个网友啊向我们嘉宾提问 请伟平先生您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网友问到孔子学院的老师全部是不是从大陆过去的 对我看了一些报道 那个老师师资都是中国大陆派过来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好像对他们那个老师的签证就不予续签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些老师里面我相信不是说每个老师都有这种比如说所谓的间谍嫌疑 但是会不会由中国的某些情报部门在那个老师里面穿插一些特别的人员在里面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好的 谢谢 那么叶教授您是在大学从治教育工作呀 您是如何看待孔子学院的状况呢 我们知道如果单纯从孔子学院的教材内容来看呢 不但是对于习近平的赞美和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呀 往往对于所在院校的学术自由呢 也施加了一部分的压力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对您处在美国的高校当中啊 对于普世性的人权价值有什么样的损害呢 当然就教育者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觉得能够传递 不管是孔子思想或汉语教育 这对美国各个大学来讲都是好处的 可是孔子学院它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教育机构 它背后所代表的是共产党以及中国教育部 所需要给美国带来的一个软实力的影响 它需要它要透过它对教材的串编 它对教材的审核去传递中国党 共产党党的思想 它对于历史的诠释 它对于汉语教育 或者是即便对于儒家哲学它的看法给美国民众 那就这个做法来说 美国人学到的 它不是真的只学到汉语 它即便在学汉语的过程中 它同时间间接地学到对习近平的赞美 对共产党的赞美 那这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普世价值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有横述 美国它就不 中国它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你现在等于说硬要去改 把它说成中国虽然不是个民主国家 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那我们应该要相信中国 那这就就教育者的角度来说 这听起来就很不对啊 那另一层次看来 孔子学院很大一部分 它又透过 不管是派遣老师来 不管是整个机构的设立 对于学术自由有很大的牵涉 我们过去已经看过很多的例子 不管是说在某些大学里面 它可能要打个比方好了 在葡萄牙就有个case 说他们有一个活动里面 他们有把奖金国经济会 台湾的奖金国经济会 列在那个活动名目上面 那孔子学院 因为当它设立之后 它就变成学校里面的一个机构 他们就正式提出抗议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台湾方面的一些讯息 放在这个节目里面 那问题是 你理论上就只是一个汉办 就只是一个教汉语的一个机构 为什么你可以去牵测到 整个大学里面 对于他们需要传达知识的运作呢 这在整体来看 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样也涉及到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渗透和影响力的传播呀 叶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有关于目前啊 中国当局呢 在对于国内实施的这种舆论前置的同时呢 像类似于孔子学院呢 和习近平所推崇的这种一带一路啊 目前呢 似乎都在国际上面临一种四面楚歌的一种危机啊 您认为一带一路这方面的所遇到的阻力啊 是否也与孔子学院的遭遇相同呢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名目不同 孔子学院讲究的是文化 一带一路讲究的是经济硬实力 文化的软实力 就短时间内不会造成太大的反应 因为你好歹教育下一代 你可能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让一部分的美国人 对中国的态度有完全的改变 可是一带一路完全不一样 一带一路是经中国的经济硬实力 他透过中国的经济硬实力 输出中国过剩的产能 还有透过大量的对国外的投资 去要求其他过去与 不管是西方国家或者是欧美国家的盟友 选边站换与中国站在一起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中国掌握之后 他横述他就是必须听中国的意见 因为如果他不愿意听中国老大哥的意见 那他随时就不跟你贸易了 他随时就撤掉你的投资了 那你整个国家瞬间就会遭遇到很严重的状态 那么秦伟平先生您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业学者 我想请问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所推广的这样的一个 一带一路政策应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不妨是一种对外加大投资支持当地的基础 就是建设对内也能够有效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 这样的一种经济举措 但是您认为目前为什么包括了欧盟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这样的一些西方国家 可以说是共同对一带一路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警告式的 这个问题我认为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中国政府为了它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后进的发展 因为它国内已经基础设施已经是大量饱和了 它要输出它的产能 然后需要在国外加大投资 然后特别是一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它有一系列的方案对不对出来 我觉得从它中国国家的战略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遭到比如说包括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甚至印度也好 他们很多就是反对的声音其实也很正常 这个国际社会就是在一个旧的经济政治秩序 需要被另外一个新的或者说叫崛起的大国来挑战的时候 总归会有一些不适应 这是很正常的 不管它是什么意识形态都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能更大疑惑是 你中国真的只是为了发展经济吗 真的只是为了壮大你的经济 对外去帮助人家去发展吗 就刚才那个叶家壮也说了 他们背后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 希望说介入改变这个地缘政治格局 比如说最近马尔代夫的一个政治危机 那个总统就很希望中国去帮他站台支持 因为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 包括旅游也好或者金属测试下 对马尔代夫经济施加了很大影响 现在的总统就很依赖中国 以前的总统是很依赖印度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中国可能这个大腿粗一点 然后会抱得多一点这样子 所以中方的这种影响力对外输出的一种方式 已经由这种对外的经济投资变成了一种对外的经济控制 其实怎么说呢 那个经济你一旦就像刚才也提到 你经济上对人家有很大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毋庸尽研这样子 所以中国会有这样想法 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我一直对一带一路不是很看好 因为中国并没有像外界看到 他经济真的那么强大 就好像一带一路他需要花大量的美元 那个外汇储备 那现在他的外汇储备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策略 如果是在五年前十年前推出来 可能是更适合 现在中国本身经济遭遇了很大状况 我觉得他现在去推动一带一路 别说是外国各个国家都有很多争议 然后会杯葛你这样子 实际上他自己也有点力不从心 我个人观察 好的 王女士您是怎么看待 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 那么是不是像秦卫平先生所介绍的那样 就是目前看来呢 似乎呢西方各国呢 并不是看重于这种经济方面的投资 而更多的是一种 对于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忧是吗 这个软实力啊 就是作为一种国际关系 它其实本身是不包括经济实力的 中国在做宣传一带一路的时候 它总是讲软实力 其实也就暴露它背后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它夹带死祸 那软实力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的话 首先是这个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 文化的感召力 然后呢是这个具备这个合法性和这个道德 威信的外交政策 那用习近平比较喜欢传统文化 我就再用这个传统文化解释一遍 就是那个仁宇曰 远人不服 修文德 这个以来之 那这个什么是文德呢 文德就是跟武功对应的 它就是这个施行政绩的功德 也就是软实力 那如果你的这个政治价值观没有吸引力 你的文化没有感召力 你的这个外交政策 没有这个道德的威信 你就不能够去说服吸引和说服其他国家 来跟你合作 这就是一带一路 它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 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星期 由意大利的媒体这样披露 罗马天主教皇教宗方基各 有可能在目前已经同意 与中方签署这种对于主教任命权的协议 有可能在三月份就要签署 甚至于双方建交也成为可能 您是怎么看 这件事情我特别想不通的是 这个教廷坚持了这么多年 没有去跟中共建交 在我们心目中是堪称典范 现在为什么要去和中共谈判 而且做出这么可耻的让步呢 其他国家你还可以说是因为经济利益 教廷是为什么 我听到一个解释呢 说它是为了传播更多的福音 为了能够让这个所谓爱国这个官方的教会 和这个地下教会能够和解能够统一 问题是谁让他们分裂的 是中共 中共坚持要控制上帝 要领导上帝 才将上帝的这个信众撕裂成了两半 那如果说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教廷现在去跟中共做的这个和解 其实不需要教廷任何一个信徒他只要放弃原则 改投官方教会和解了呀统一了呀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冒着这么绝大的生命的危险 他们都拒绝去做出这么轻松的选择 他们自称忠贞教会 要忠贞于教廷 倒是这个教廷现在要来替他们投降了 这样你要治这些教众 治这些殉道者于何地 而且你在这种屈辱的这个和解下 传播的福音 到底是福音还是伪教呢 那秦伟平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一再强调了 要加强党对于宗教工作的领导 您认为范迪刚这样放弃 对于主教任命权的这样的一种举动 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营造一种 相对来讲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中国是党领导一切 包括所有的宗教势力宗教力量 他都要由党来领导组织 还有这次的奥运会 对对对 党领导一切 那我们海内外都关注中国的一个宗教自由 那特别我们讲到天主教 天主教其实天主教徒在中国 大概现在有一千万左右 整个基督教其实 基督教徒差不多一个亿 那梵蒂冈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共执政的年间 那新教就是基督教另外一个分子 西教的那个传播呢 反而会更广那么多信众增加 那那个天主教徒 反而其实在一定程度在萎缩 他们可能出于他们自己宗教 这个教派发展的一个担忧 可能会这样子跟中国政府去谈判 然后他们说那个主教的任命权 也没有说完全放弃 表面上意思没有完全放弃 就是说最后是你来任命 但是他们可能有比如说建议权 或者怎么样 anyway 根据正式的协议为准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政府只要他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 他一定可以去干涉这个 包括天主教在内所有的宗教自由 他一定会不放心的 不然的话他很不放心 这么多一千万人领导 如果听罗马教廷的 他不听中国共产党的话 他们会很麻烦这样一件事 中国的宗教自由道路 我觉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的 那么叶教授您是如何看待 范蒂冈有关于中国就主教任命 所达成的这样的一种妥协呢 如果说我们关注一个社会现实的话 您认为就是这样的一种协议 对于范蒂冈和中国的宗教界来说 双方之间的利弊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首先当然你说这跟宗教自由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没有关系 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中国怎么会有宗教自由呢 可是横述 范蒂冈还是希望他在中国的教宗能够相对的合法化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需要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协商是 如何让天主教在中国变成另一个合法的基督教 那这个合法的过程必须被共产党来监控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教廷与共产党 不管是仅仅来讲宗教局 他们如何去协调政治的力 政治要牵涉到宗教里面有多么深 要控管到什么程度 主要的好处是说 因为毕竟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并不算少数 那如果他们没办法合法化 他们就没办法去做他们平常的一些礼拜 那很容易他们就会被社会给打压 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传递自己的信仰 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教廷这样的协商 其实相对来说是要liberate 是要去解放这些教徒 可是外出来说 教廷传统都站在自由民主的角度 今天如果教廷跟中国去做这样的协商 去做这样的浪步 那会不会让其他社会会觉得说 你怎么会改变你过去的想法 改变你过去的说辞呢 那这对教堂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当然对中国来说 我认为不大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横数党还是在控制一线 好的 那么观众和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节目呢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现场直播 我们在探讨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中共对外软实力所面临的国际主力之后呢 接下来会回顾一下近期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热点事件 欢迎您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并且及时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陕西汉中的复原军人张寇寇呢 在大年三十替母报仇 随后呢投案自首在中国民间的引发舆论关注 我们特别看到呢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啊 以这样一个标题叫做点赞杀人嫌犯张寇寇呢 是混淆是非 意味呢是试图 似乎试图呢把这样的一个公共社会暴力事件呢 化解为虚化为一个个案的这种刑事案件 那么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 中国民间目前无论是网络 还是在官方的这样一些媒体当中呢 也披露了大部分的民间的舆论呢 都是对张寇寇这样一件事情 表达了一种同情 王女士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则上呢我们作为人 作为人性原则上我们本身是不应当主张暴力的 因为暴力很容易失控 但是以暴 而且呢这个以暴 意暴它也有很高的风险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奖礼的地方 有讨还公道的地方 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再去以暴意暴 那问题就在于中共的这个司法体制 他的所谓的法制等于是这个官匪共治 这个让人看不到 就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势力 你没有钱没有事 你就看不到任何出路 你就绝望了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中国民众 他们处在一个同样的境地 他有这个同理心 所以他也会觉得就是同情 而且在这个张寇寇身上看到了这个血腥 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他没有任何这个出路 在没有任何司法救济的出路下 人就只有自救 这是人的本能 最早呢就法学概念上的这个权利的救济 有公立救济和私立救济 人类社会最初就只能靠私立救济 他那个你比如说就是 他的优点是这个方便自主 他的缺点就是强者才可能胜 所以后来呢社会发展以后 就发展出来了公立救济 公立救济就使得这个弱者相对于强者 也能够这个实现他的权利 问题是当这个公立救济不作为的时候 甚至是反作为的时候 你就只能回到私立救济了 回到私立救济 像这个张寇寇的这种复仇 像这个起义 像这个革命 都是在公立救济 不能够实现正义的情况下 人们去放弃了这个程序正义 直接去追求实体正义 就人民认为这是正当的 这也是他们同情他的原因 叶教授您听到我们王女士的评论了吗 我们也看到正向中国网民呢 回应官方批评的这样的一些表述 他们提到了张寇寇的悲剧呢 并不在于是以暴异暴 而在于呢法律需要他们的时候呢 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出现 而且呢集中了像类似近年杨家案这样 集中了这样的一种暴力事件 社会暴力事件呢 体现了一种啊 中国这种超越于法治这种 人质社会的状况 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同意王女士刚刚说的 说的这些论述 基本上在传统社会里面 当国家力量没有太强大的时候 人民只能追求私自的法律 就是用以暴自暴的 丛林社会方式来寻求正义 可是中国其实已经是一个 现代化的国家 但它在法治的进展上面 还是非常的落后 因为中国它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一个非民主国家 当它要推动法治社会 它会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过去中国这个社会的稳定 是依靠共产党与一些权贵 或者是一些商人 他们去共同聚集起来 一个统治集团 然后通过这个统治集团 大家都可以分到利益 大家都可以继续推广 他们的理想 或者是他们对国家的一个想法 那只是当我们需要把这个正义 落实到一般的普罗大众的时候 那如果这些普罗大众的正义 会危害到精英的利益 那精英自然就会站出来反对 那法律系统在中国 它不是serve the public 它是serve the elite 那就这个条件来看 你说一般的民众 当他没有办法 没有好的关系 他没有钱去买断法律系统 那他只能寻求个人式的正义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常态的 一个当代国家 应该看到的一个景象 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 我们常常在落后的国家 才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那么秦远平先生 王女士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今年 尤其是今年年初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特别特别强调了一个 就是党要绝对领导中国的政法工作 这样的一个暴力事件 我们如果不去探讨它的作案细节的话 那么所谓领导政法的这样的一个 被称为人民政府也好 执法机关也好 他们在这些事件背后 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你像党领导一切 那你就应该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吧 对不对 那张高寇他的母亲在22年前冤死 然后那个凶手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他们好像三年就放出来这样子 所以张高寇他一个当时才13岁 压抑在心里 包括后面他就参军 我相信他一直在积取力量 然后没办法 你现在你党领导一切的那个司法体系 没有给我一个公正公平 对不对 古话讲得好嘛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你没有给到这样 他只有自己去用这个很高成本 很高代价去复仇这样子 所以说你党领导一切 你们要意识到 现在你这个党领导一切 实际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且你们可能是制造这些问题的根源 那张高寇他不是个案 我们刚才讲了历史的案件还有很多 我相信在未来 这个经济社会矛盾越来越高发的时候 这个一个一个张高寇都会出现 所以这也是他们官媒 他很紧张 说你不能点赞 其实我就点赞了 对不对 那你自己司法不作为 你没有司法独立 你没有维持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自然正义 用自己的力量去捍卫自己 对不对 就像杨嘉宜一句话很好啊 对不对 你不给我说法 我要给你一个说法 我先还是针就你的说法 我们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那个 上访了大军 都是还在相信你中国政府 希望你给人家一个说法 你如果再不说法 我觉得里面这个概率的问题 有多少人会冒出来 以下跪啊 征求一个做人的资格 是这样吗 不行啊 大家发现这个下跪 去维护不了的权益啊 你只有用这个 他们好像说批评什么暴力也好 你这个这种声音 他们听得见 你就跪 你就一万个人跪在他们政府门口 没人理你 但是一个人去杀了三个人 全国都知道了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邦理事 您怎么看待秦先生的观点呢 我走生了 不好意思 不过我捕捉到了秦先生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说呀 在一个公平法治的这样一个社会呢 那么民主法治人权呢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的因素 我们看到呢 尤其是这个星期呢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布的最新的国际全球人权状况报告当中呢 有关中国的部分特别提到了呀 中国当局对于人权和宗教的打压呢 已经处于2017年 已经处于自文革之后呢 最为恶劣的状况 那么 两位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 中国说实话在过去的一些年 这个人权状况是越来越恶劣 特别是我们关注中国人权的 中国民主事业的人 都其实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却又无能为力 只有他们就在 四亿万为 觉得他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只能是让大家更看不到希望 公众看不到希望 然后就像 生活可能越来越 越暗淡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觉得最终的解决方案 还是需要说公众 就好像张可口虽然是 为他母亲付仇一样的 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中国公众 意识到自己的 合法的人生权利 人权啊 经济利益啊 受到伤害 你应该站出来 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后这种声音的才可能被当局听到 或者有正面的 这种比如说 对话也好 或者说硬性的对抗也好 你总归会需要去解决 因为你强压强压 那个反弹的 那个势力总有一天会越来越大 就好像中国这些问题 他会爆掉 总有一天会爆掉 那王女士 您是怎么看待习近平啊 自从就任之后 有关这种以国家安全名义 所制定的法律法规 以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呢 对于人权活动人士的集中审判 以这种遏制 所谓遏制极端宗教的方式呢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呢 进行了宗教限制 另外所涉及到每个人的呢 就是这种网络舆论的封锁 那么中国人权状况您是怎么看的 可以说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呢 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一片重灾区 几处都是重灾区 但是我最关注的 我认为最重的灾区 还是这个言论自由 我记得在八九学运的时候 学生提出来了很多要求 但是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 我当时觉得最可喜的现象 就是所有的这个新闻从业者都投入了 都参加了 然后言论一下子感觉很自由了 而且当时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应该提出来的要求 首先是言论自由 第一个应该巩固的战果 也应该是言论自由 为什么呢 只有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以后 新闻透明言论自由 那这个人 人民才会去学会去思考和判断 他学会思考和判断了以后 一个高效的 这个合理的 这个社会才有可能 中国就是说如果要进步 我认为他走出来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这些人权活动者 也应该最重视的 也是这个言论自由 好的 那么叶教授 您是如何看待习近平任内 目前针对海外的专制意识形态输出 对内强力压制公民社会 这样的一种趋势 无论中国官方的统计部门 是否保七保八这样的一种鼓噪了 您认为在习近平治下 中国社会能否 尤其是共产党自身的命运 能否达到长治久安吗 我觉得这其实透露出 中国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开发中经济国家 他的经济成长有目共睹 那这代表是说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 他需要追求的生活 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保持自己的肚子 他开始有他的精神价值 他开始会追求一些民主的价值 那这对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利的事情 所以自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对于整个国家 他对于党领导一切这个态度越来越加深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习近平其实相对来说 他的权力是比较架空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上任就讲 就大高喊起鼓说我们要打贪腐 但是很多人很多学者都说 这个打贪腐的口号 其实真正的目的真正的对口不是贪腐 是政敌 他是借由打贪腐的方式来打败政敌 那这是可以看出说 他对于整个权力 权力的稳定度相对来说是缺乏的 所以说从这两个观点去看 其实中国现在正面临到一个交叉口 虽然说从中国整体来说 他的经济发展还是向上的 可是当经济发展一旦碰到任何的拮据的时候 中国其实很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社会区别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学者来说 我们很难去预测这样的区别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这对整个中国社会 或者整个对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讲 会有很大的挑战 但从您的角度来看 思想控制是一个压力是吗 当然是个压力 透过思想控制 我们才可以让人民知道 你所得到的一切 你所得到的这些经济发展 全部都是我们共产党带来的 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 并不是基于民主 大部分的民主国家 透过一人一票 通过人民的consensus去选出来的 这个政府并不是代表人民 这个政府是只代表共产党 所以它的合法性 现在只是建立在于 我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经营利益 我让整个国家现代化 让整个国家朝向光明的未来发展 可是这个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永恒的 我们从历史去看 每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 它有上有下 那中国什么时候会下来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的 谢谢叶教授 那么一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季奥运会 这个星期天就会闭幕 但是遗憾的是 中国队的成绩似乎非常令人失望 我注意到有网友 总结了这样几个原因 其中提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奥运开幕之前成立临时党委 要把所谓的习思想和19大精神 贯穿到赛事的每一项赛事当中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 也成为网友 抨击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 所谓中国奥运成绩最干净的一年 还有网友提到了 有可能是本季奥运会的药物检查过严 也影响了成绩 还有就是也许中国东北的训练场地条件太差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两位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临时党委给害的 你看美国 美国它也很重视体育 它也很重视培养体育监制 你如果体育成绩好 你保送大学什么的 然后他们各个季节的赛事 人民都很踊跃地在看 就是谁赢谁输 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球队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奥运 这么要死要活的 我真的觉得是临时党委压力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过度解读 我觉得这次冬奥会 我根本就没看那些比赛 我就看到那个金正恩的妹妹 叫金雨智 我全世界的眼光就在那些女孩子身上 觉得她眼色又很犀利 然后态度又像个变脸变得很快 拉拉队也很出色 对拉拉队像个机器人 要晃来晃去的对不对 但是你看那个 说那个成绩 我觉得你即使没有临时党委 他一定是党领导的 所以这个没什么疑议 而且他那个比赛成绩 可能金牌少了两枚 每个总奖牌总数跟去年 不是去年四年前八年前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他们就是来抢戏的 他们那个党领导来抢戏的 其实这场戏 人家根本就没有关心到你中国队 但是还是演啥 那么叶教授您是怎么看呢 应该说所谓中国体育机制的 这样的举国体制 似乎今年又增加了一个 临时党委这样的特点是吗 当然我很难去想说 到底共产党跟体育之间 它的关系是什么 只是共产党连体育都愿意 都要去控制 这其实我扒竿子想不着 我觉得他这样太累了 政治的力量要怎么去带动体育 这我真的想 你了不起就共产党多给点钱吧 多给点钱 这样就算了吧 你要控制什么 控制他们思想 他球都打不完了还控制思想 会不会太累了 这简直根本是浪费时间 基本上 当然这跟他冬季奥运的表现不好 有没有直接关系 我认为那个关联性 可能我们怎么很难去想象 那个关联性在哪里 可是我可以意识到说 共产党现在各行各业 各个社会各个的角落 他都要控制 那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庞大到一种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 而且再说我们现在中国不是要设天网吗 天网设立起来之后 所有人的行为 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无所断行 那这个不要说言论自由了 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我连我自己 人要在哪里都会被人家监控 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可怕 好的 两位嘉宾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吧 没有了 希望新的一年党管少一点了 我们民众的自由多一点 谢谢 那么感谢各位嘉宾 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平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观看 pruch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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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